我們這一塊地基建築物又不同於我們的迪化街 我們希望這個各委員 我們這一個標題物上跟迪化街的差異是很大 不要說認為這個有意思 建築物跟以前的建築外觀的就幫我們認定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我們這些地主的權益在哪裡 就因為你這樣的一個觀感 沒有去全盤的去評估 就只評估了你自己個人的觀點 就學術文化教育跟經濟的觀點上都沒有去考慮 但是這樣子評定下來這樣合理嗎 我希望是說我們的這一些委員上也能夠深視這一塊 更加在民國第104年的2月11號 我們的那個多發局的也花一共穩 我們這也是列為圍樓 就是可以想而知這個有必要嗎 以後將來這一種維護還有就是這個 花多少錢或者是更地再重建 會能夠回覆嗎 回以上報告 這是我們地主的心聲 希望各委員還有主席能夠為我們百姓 對這個如何確保權益 希望說能夠評估這個 我們所有的地主堅決反對 抗議變入歷史建物 以上報告完畢 我們今天確認第一個部分 100到102號不去文字的價值 大概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這個部分先確認 然後那個針對104跟106 那我會有什麼教訓 如果我們好像這個 不只見任何文字下記 還要留意 有沒有用的話就讓學生查看 不只要留意 我有好幾個問題 要說要給你手指揮手還是要 就看大家 如果你有聽見的話就不怕 按照現在開始 把你都照顧下時間 現在的英文總 對啊,我只提這樣子 因為已經改裝了 從表面上來看122到106 應該有這樣子 裡面也有看過 他們一定就有建築地有這個手牌 我會先提一下 不曉得這個問題是 有沒有比102到106 講幾次 說明 去看 他在去年6月法院要實行販賣 那他是列冊建築 104跟106是列冊最終建築 所以法院要拍賣的時候 就會通知到文化組 文化組在去年7月就去會刊 會刊兩次下來 總共試動 現在是104、106 老師的意見是比較一致 那100跟102的部分是沒有 去看的時候就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100號跟102號 按照這個批判的第一部分先確認 大家可以先 如果沒有 我們先確認這部分好不好 會刊紀錄的委員都是說100跟102沒有 這是有紀錄的 那當然老師如果覺得看照片有 那可能是照片給您的感覺 我們這邊其實兩次的會議紀錄 我剛剛再說一次 就是 其實最主要是針對我們列冊的有去看 那列冊的裡面 當然委員認為是有 還是有 但這個爭議就是 我覺得文治法本質上的爭議 它對於私有財產權 它以價值來判斷 它並不是以它的開發 將來要給或不給來判斷 那這個部分 可能要老師來做一個決定 那我們幕僚單位也不能說 它到底將來要不要給身份 或是當它條文上是否優先成購權 但是可以不成購 是否可以不成購 好 針對還是針對第一部分 我想這算是一個個案 其實也是通案 就是以台北來看的話 比較有歷史 然後比較有文化 這個 九元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落在大道城 這部分 那我也同意 比如說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去現場看 就法律程序來講 應該之前列測 就是104、106來看 這個我也同意 那剩下的話我想就是 剛才葉子代表有講說 誰委員是怎麼平定 那個我還是必須講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平定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以文化資產 這樣子來設定 不關於個人的意義 也無非是說 在這樣一個街區裡面 雖然是私有財產 不過如果有一些部分 可以保留下來的話 相信未來不僅是對地主 其實它可以保留這個 過去好幾代季以外 其實讓這個街區 也不會變成另外一個 譬如說這個不知名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我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認定這個文化資產價值 跟私有財產設計的話 的確有很多爭論 那可是就是說 在文化資產的角度來講 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認為說104和106這個街屋 全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它不是一棟 它是三個店面 然後上面的磚器 其實也非常精緻 那這也牽涉到 其實我們在處理 有些洪陽路這些地方 歷史建築不厭德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不能做 那甚至有時候就是把皮層保留下來 我們都覺得是非常好 因為你蓋一個新的房子 還要想在這老街區裡面 怎麼樣做一些新的意念表情 可是下面兩個樓層 如果7樓跟2樓能夠皮層保留下來的話 其實我想從市場價值來講 它也是有一定的意義 這是我個人的看 其他我也有比例 我們還是真正對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如果說 照原來的這個米飯的房產大門裡面 其他有沒有意見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說 如果大家不反對 就照這個 許副博委員的建議 102的部分 其樓跟這個地面 能夠做 其他有沒有意見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那102跟100這個 好 102跟110號 就照一個學藝加一副部老師的建議 那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到第六部分 就是104跟106 如果說 可以畫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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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號 你有登記嗎 沒有登記 可是 是說這個現康委員 每次認定補記錄畫 現在這一位委員 他翻點照片 他就可能就 就是認定 所以我剛剛說明 我們這個委員次 那現在的委員發言請 那委員一次認同 他也是一個公開專業的部分 那這等於是說 如果說做了這個決議的時候 按照程序 你還是可以提出異議中的問題 後續還有救濟的程序 好不好 好 還有那個第二部分 大家有什麼意見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現在的狀況 如果說也是照這個 美副國委員剛剛提 對102號這樣的部分 可不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方向 可立面七樓保存其他部分 特別是104跟106 按照原來的是說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要不要變為利益面跟其有 這個樣子 我們也提後面這句話 我說提照你102號的建議 然後放到104 不是你建議 是我建議 好 那看大家的意見 其實我想這個案子我也有到現場看過 那我們當然有幾位有一個意見 其實就是 因為它其實現況狀況很長 主要是裡面都已經改了很多次了 那我們當然都認同說 他的意見其實是有特色就是那個意見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來想說 像我們之前最早的在古居保存、大保存 李春生的那個故居 現在是星巴克的案子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新的文思法的 就是大家共識就覺得他最精采的意見 我們希望是新舊可以共存 所以保留了兩個意見 然後新大樓把它蓋起來 那我自己 不好意思喔 我其實是在想說 像這樣的案子 除了民眾的權益 而且我個人也覺得 如果能夠新舊共存 它其實可以代表我們 就是在文思保存的一個 比較更開放的一個格局 那因為這個 它只有利面有價值的時候 我們如果 因為之前也有別的案子 一棟建築前後 前面是文資後面不適 那就會產生很多法律上 或以後保存管理的問題 那現在當然我自己其實是 這幾年審議 我們如果指定為利件 我們有可能最後接受它送來的 只保留利面 然後蓋成像 那個現在星巴克 旅程故階那個大樓 坦白說 我不覺得我們會有這麼 又不敢保證嘛 所以這樣子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 那我覺得 所以我想多數的委員都覺得 利面價值 我們希望保留是這個 所以我才會提說 那以我們現在文資法 大家都希望是修舊如舊保存的 比例要更高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才能夠像我剛剛舉例的那一棟 可以這樣做呢 那我覺得就是設計準則的控制 如果我們 因為剛剛蔡律師也講了 如果我們在新舊大樓的共存裡面 可以讓它的低層部 是維持這樣的利面 那我想這個設計不只我們現在保存的 104、106這麼幾棟 它可以是整個都更整個新開發案 它是整體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可以也透過都設計 或別的方式的管制 我們一樣是可以讓這個街區的再生 好 這是我提的 那當然我也主要也是我 我其實是呼籲說歷史建築的再利用修復計畫 它能夠更有彈性 包括新的增建 甚至大樓跟這個 我其實都期待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才會支持說 那或許我們用都市設計的管制 然後順勢也可以提供另外一個項目也是 好 算了 好 謝謝 其他會員他們請教我們 來 請 我接受那個蘇英明老師的看法 因為我們文化局 我們去定文化資產價值 好像是零和遊戲 我們太沉重 要不然指定它是古蹟 它就是被我們凍結 原貌保存 那我們如果登入人家是利劍 其實我們自己心裡已經知道了 它能留個面膜已經不錯了 那這裡就變成我們自己心裡面就已經在打折了 就是說我們只有幾個選項嘛 定古蹟 把它整個凍結 第二個就是把它登入利劍 倒不如應該是這個都市設計審議方面 他們應該盡點責任 讓人家開花 但是對於傳統共同記憶能夠有一些回應 應該是這樣 落到文化局來 說老實話 我個人的標準 我認為它沒有什麼標準 我認為它沒有什麼標準 這是我的標準 但是又覺得說它在康地圖上這個利面消失 對某些人來講也是一種記憶的喪失 所以我們當時才會非常困難 好像就很難抉擇 所以就拋出一個利劍 其實我知道 利劍最後就是面膜 那如果是這樣的結果 倒不如我是接受蘇老師的看法 應該有度是生意他們來幫 不能說幫這個忙 來促成這個事情 那我們文化局這一邊 蘇老師的話 它是在文資價值上 確實是得分很少很少 就憑良心說 因為我們也看過很多了 林老師跟我是這個 不是 我們是這個 好 如果這樣的話 我綜合為大家的意見看照 我會接受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彌辦的第一跟第二事項 並在一起處理 就是說這個102、104、106 原則上都以這個立面跟這個齊樓 在未來的這個不管是都根 或者是所謂相關的裁法 必須要去做保存 把這個102、104 都以這個不具於這個整個 怎麼會講 文化資產的這個保存價值來做處理 但是立面跟這個合了部分 未來來齊有的部分 在未來應該要納入都市設計 或這個審議的相關程序來做管制 用這樣一個方式把結論 尤其按照剛才兩位委員的這個發言的 再要放到這裡面去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這樣一個審議的精神 可以的話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案 審議案3 中正區台大醫院就職 牙科研究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提起審議請說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18條 即使定期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廢止審查盡 做辦法辦理 辦理其其一 本案建築位於中正區公園路15-2號 建築登記門牌為長德街1號 坐落土地為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33地號 建築為童小段256-2地號 為地上四層建築土地及建築授權人為 中華民國管理則為國立台灣大學 辦理情形2 有關本案例史調查資料 一、台大醫院於93年委託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台大醫院西子古蹟 一、二、東、西建築 修復計畫掀起調查規劃 只按建築資料如下 建築行至專造西洋古典建築施養 創造年間約為大正九年至大正十二年 建築使用歷程 建築約於大正九年 原設計為稻溪樣貌 創建時期約於大正十二年 作為傳染病動 原建築北側疑似衛星建 而成為現況稻溜樣貌 昭和十一年人為傳染病史 1950年 該建築作為台大醫院附設 高級護理職業學校使用 1956年停止招生後 於1957年自1979年 介入美國海軍研究院 從事東南亞二代醫學研究 至1980年回歸醫院使用 現為牙科部門診級研究室 辦理情形三 本案系本局領執權醫務文字法 第十七十八條啟動 文化資產價值審討程序 於107年7月13日辦理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西子九七雅科研究大樓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略 經委員眾的討論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指定為普及 後續將會整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續送等委員會審議參考 辦理情形四 委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委員詳看紙本資料 辦理情形五 應指案建物與直轄市定古蹟 台大醫院就管 為同一時期規劃 你將指案建物納入直轄市定古蹟 台大醫院就管範圍 直轄市定古蹟 台大醫院就管定著之土地範圍 於87年公告時為 城中區公園段三小段33地號 應分割增降地號 使原古蹟建物注入地號為 變更為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33-1地號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詳參附建物 這個是87年台大醫院就管的公告 然後這是古蹟建物範圍 紅色的部分是這次納入古蹟範圍的建物 牙科研究大樓 藍色框內斜線為87年公告建物 這是航照圖跟歷史圖資 那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 左邊的一個像倒的L型的建物 然後這個是台大醫院提供的電子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右邊上面的照片是 1955年護理職業學校的照片 然後下面是1962年美國海軍研究院的照片 然後彩色這張是現在牙科古照片 那這也是歷史圖資 那這張圖是出自93年古籍先期調查規劃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的部分呢 橘紅色是大正年間 然後中間淺綠色是明治時期 然後黃色是戰後時期 這是專案小組先看照片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建物的正立面 然後建物前方是停車場 然後南側是研究大樓 四樓的部分可以明顯看出來 跟一二三樓的顏色有稍稍的不同 那未來保存管理維護部分 一線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可以應由所有全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請台大於審議會上說明 指定範圍影響頻估 目前作為醫院使用指定後對現況尚無影響 你辦你請同意擴大直轄市定補及 台大醫院就補鋼崖位 並補充總類指定的由 及其法定依據公告事項 1.名稱台大醫院就補 總類醫院位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長得皆一號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古蹟本體為主管 1-4東西及九西建物本體 建物為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253-1 跨幅1-2樓建物面積為6258.24平方公尺 253-2跨幅1-2樓建物面積 3264.34平方公尺 253-1-2樓建物面積3018.18平方公尺 256-2環幅1-3樓建物面積2876.34平方公尺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33 部分 該筆土地面積39399.88公尺 33-1地號為38530.12.88公尺等 兩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去保存範圍實測數據 文準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台大醫院書建創於1912年 本管落成於1916年 回當時遠東最大醫院之一 建築宏偉設備先進是台灣醫學史上之重要歷史見證 2建築風格彩後文藝復興式 外觀造型華麗系 西部級為優美為日 日級建築師近藤十郎代台灣之代表作品 3主管廳建材級為考究 多使用石材及瓷磚 屋價為木製行價 技術水準很高為台灣近代建築師里程碑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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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